今晚開戰吧 你不覺得你身邊 如果碰到那種 對事事都有夠要求的人 然後每個事情都要處理到最好 其實這樣我們身邊的人 壓力是滿大的 你講到這個我會想到 我一個女生朋友 她在家裡真的什麼東西 都擺得整整齊齊的 任何的那個視角角度 她都非常的講究 但是 然後就把那個書櫃上面的那些 漫畫書 一些小說都那種沒有擺好 她媽就很氣 就大巴雷霆 我跟你講 你要把書擺好 如果沒有排好的話 就你惹火媽媽 現在就是要乖乖排書了 不然呢 結果過了十分鐘以後 發現那個書櫃上面的小說 一些漫畫書都不見了 許而代之是什麼你知道嗎 一些那個暑期作業 然後那個評量考試卷 還有那個參考書 全部擺在那邊 然後都不整齊 然後小孩子還很期待她媽媽說 媽媽 妳剛剛說要扔到垃圾桶 妳要說話酸話 我說這孩子 小時候就是這個欠揍 但長大絕對是個人才 所以觀眾朋友 試試追求完美 是好棒棒的 還是其實你讓人家壓力三大 歡迎收看今晚開戰吧 首先歡迎十全十累 細節控的完美一組 好 真的 壓力三大 我這邊就那種隨情所欲 爽爽過的那種棒碑影 看得出來看 好 YES 來 請問林醫師 謝謝 綠茶一定得出 綠茶今天算是精神好 真的 因為她今天這個袖子有反折 是真的有在用 而且她今天感覺沒有那麼水腫 久腫 沒有 最近都在運動 最近都在運動 真的 這氣色看起來好好 真的假的 真的 因為效果有點不一樣 要把你變不一樣 每次出來都被人講說 我沒精神這樣子 真的 因為你真的腫一陣子 所以人要改變 對 我是多久沒看到綠茶 我今天還覺得你滿腫的 因為她是已經消腫了 消腫 她之前來很恐怖 沒有最好 只要更好 對 現在稍微消了一點 身體不好的種 反正到來就是個胖就對了 有運動就好了 OK 追求完美是一種生活態度 有些人真的就是 比如說他怎麼是 他一定要做到百分之百 他如果少那一分也好 他就覺得 渾身不對勁 對不對 那你身邊如果有這麼完美的人 存在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壓力山大 因為他可能也會要求你一定要做到這樣 非常大 所以一開始來問一下大家 就是說過度要求完美 不只是累自己 還會哭著身邊的人嗎 請舉牌 你不是這樣吧 有時候我們要求自己 也不見得會要求別人 只是說希望你們能自動自發 對啊 沒錯 說得好 對不對 每個人都可以選擇 自己的這個生活模式 但如果說我們的要求 可能超出了一般人 可以接受的範圍 那我覺得你們就是要挑戰自己啊 網友哪一些完美主義 真的會讓人受不了 馬上問一下優雲 情報戰大調查 節目與網路各大社團 合作問卷調查 讓所有粉絲觀眾都有機會 發表你的意見 而今天將由特派員優雲 為網友們說出心底話喔 今天今天開戰把觀眾粉絲團 還有一個酷酷的文字交流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種完美主義 真的是讓人拿起來 好 到底有哪一些呢 首先就來看一下排行榜上的第四名 家裡所有的裝飾 都有特定的需求 不合心意就抓狂的 佔了12.9% 好 有網友就分享 就說媽媽是一個非常熱愛 Hello Kiki的少婦 所以說家裡那時候 重新裝潢的時候就堅持 只要在每一個角落 都一定要放上Hello Kiki 偏偏自己的女兒 就是那種屬於 比較Man的女漢子 沒有辦法接受房間 變粉紅似的家庭革命 好一陣子 藏於媽媽才妥協 他的房間可以不用Hello Kiki 好啦 對於生活的各種小堅持 一定要有 才是堅持生活品質嗎 Jason應該就是吧 我記得上次你 有來講過一次 你電腦後面那個線 你有不記憶的分法 對 你記憶真的好沒錯 因為很少人會這樣 我會把握好機會 把每一個細節做到 想辦法做到最好 因為像我裝潢自己的房子 花了一兩年的時間 但中間就跟設計師討論 我也搞不清楚 我到底是在 要裝潢設計房子 還是向她學設計 因為她會畫設計圖 但是在之前簽約的時候 都會講好 她幫我們畫好的設計圖 頂多我們改個四五次 對 然後再改就要加錢了 但是那設計圖 我看這一兩年下來 我改了快兩百次 花了 然後設計師一開始就覺得 因為後面的一百九十六次 都抽起來了 對啊 都比裝潢這位 沒有 因為她沒有額外收我錢 這才是 我很佩服她的地方 因為我會問她 為什麼要用這樣子的建材 我會問她說 這樣子的動線 如果是這樣走 如果我們換過來 這樣子的方向 看起來會比較難看 我把她問倒了 她會覺得說 你這樣子的想法也是不錯 那她就幫我改 來來回回來 而且我只很要求就是 我們家的裝潢只能有三種顏色 就是黑白灰配上木頭的顏色 對 因為我知道以後 因為以後如果要放一些飾品 或是小朋友的照片 那就是沒有辦法控制的顏色 它很百搭 黑白灰其實很底色 很底色 黑白灰你要放任何顏色的照片 都會黑白的也可以 黑白的也可以 對 最早以前就黑白灰 都比較復古的風格 那我今天就準備幾張 家裡黑白灰的堅持 很美耶 很簡單 對啊 幾點啊 就是漂漂亮亮這樣舒舒服服的 很有質感耶 畢竟你只要住很多年的房子 我覺得你這樣要求細節 是很正常啊 對 我覺得到後面 你寧可前面那個龜毛一點 金河一點 但是你後面要改的部分 就會比較少 沒錯 你前面想得越多 後面要弄的地方就越少 像我們家也是 剛裝潢好的時候 我都希望家裡 是跟那種樣品屋一樣 都不要把那種擺好的東西 就這樣擺著 然後乾乾淨淨的 但因為我們家人多 很難維持 很難維持 好可憐 好可憐 是有三十幾個嗎 還是有多少人 這十幾個人 我們家是年輕 青年宿舍的你知道嗎 真的假的 我們家那個廁所 想要貼 請隨手關門 但玉兔妳是很怕這一種嗎 我非常怕 有一次我們就是 我去我姐妹家 然後那天我們就晚上很晚 然後說那妳進來住我家 我想說好 然後我在洗澡的時候 洗完之後 我就出來她就說 玉兔妳剛剛 妳沒有那個洗身體嗎 我說有啊 我洗身體 那妳水為什麼沒有關 她浴室是有監視器的 沒有 她聽聲音 對啊 她說因為妳洗頭髮 妳在抹肥皂的時候 妳水一定會關起來 然後妳在抹身體的時候 妳水一定會關起來 為什麼要關起來 對 我說不會啊 她說沒有啊 正常人就會關起來 妳是不是就是沒有洗澡 妳就貪款 我說我沒有 我把它洗好洗滿 她說那正常人就是 水就會關這樣 妳這朋友很奇怪 妳洗澡上在外面聽幹嘛 對 但是我和妳說 我曾經有想過 是不是就是她可能比較省 有一次她來我家的時候 其實我在刷牙 在跟她聊天這樣這樣這樣 我說刷牙的時候 妳水還是會開著嗎 對 然後我就要刷一刷 她就把我水關起來 有些人是這樣 她就覺得中間很浪費水 對 我那天就洗完澡之後 我就覺得壓力很大 我說是不是浪費她的水這樣子 對 她說那保養品妳也可以擦這樣子 然後我就好 謝謝 然後她擦完之後 我就化妝品擦完之後 我就放下來的時候 她就這樣 不是放這邊 對 然後我就覺得壓力非常非常大 然後我們在餐桌 在喝飲料 就喝完之後 妳就放在桌上 她就這樣把一個杯墊拿起來這樣子 然後再把它放在上面 然後我就覺得說 天啊 壓力好大 我就一定要放在杯墊上面 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壓力實在太大了 我能理解保養品那一趴 因為我也是啊 就是近期在用那一區放在上面 我就會把它放在那一區啊 但是如果這一區有一個到別的地方 為什麼她要離家出走呢 對 那她會譬如說這邊 這邊是比較高 是從這樣矮到高 要啊 對啊 對啊 不然你有矮的放在後面 你就會被擋住啊 但她拿的時候 連我不用化妝品都覺得 這個是很基本的 對不對 因為你矮的放在後面 所以你要拿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打翻前面高的啊 第二次覺得要坐她家 我就知道了 我就這樣講 我說是放這邊嗎 她說沒有 這標籤要這樣轉過來 對 我想說標籤也要轉過來 一樣位置 不然怎麼看呢 你擺鞋子會一正一反的擺嗎 不是 可是你已經知道 哪一個是哪一個 你用了那麼多次都知道那個位置了 那還要這樣標籤 那我問你們喔 你們掛衣服 會不會分顏色掛 不會 然後會不會分冬季跟夏季掛 冬季跟夏季不會一樣 我衣服真的太多了 但是我的那個衣架會同一個方向 一定要同一個方向 一定要同一個方向 乍看之下才比較好看 如果沒有同一個方向 然後勾在一起 很難喔 然後你看看綠茶 不是 我在想我的家裡是怎樣 也有講 我是分 褲子就褲子 衣服就衣服 會這樣分 會啊 但是不會啊 基本是這樣 有的是褲子衣服這樣穿插 會這樣子來就懶得去做那些衣服 不要講那麼恐怖的事 衣服 那些小堅持不是正常嗎 這好我們眼裡看起來都很正常啊 就是剛才以上上訴 我覺得都是合理範圍 但我覺得我自己有一點點完美主義的是 可能真的有一點辛苦老公了 就是我有一個強迫症是 電影我一定要從第一秒就開始看 就是我 第一秒 你說是 是那樣子嗎 沒有 獅子類斷還不用 獅子類斷還不用 獅子類斷之後就是正片開始後 你之前的電影的預告宣傳那些 你都不看 我說的是指 例如說我們兩個在家裡看 看劇 對 然後看的時候 他會播放嘛 然後很多人他前面可能會有一些 那種前情提要 或是一些很 或是電影公司前面的 對 大家會覺得很不重要 但我都覺得那個其實都會 描述一點後面的劇情 所以就是 然後我老公就是那種 他可能就是播放 他就覺得我要去拿個爆米花 要拿個食物 我有點冷拿個檯子 他就會中理這樣 那些不是應該要前面就弄好了嗎 對 所以我就會暫停 然後等他回來 然後拉到最前面才看 再重頭來一次 對 我就那時候再重頭來一次 重頭來一次 重頭停頓 你會出意思 可以看電影了吧 看了十幾分鐘去拿來 重頭來一次 到底怎麼在 不會要臉亂一分鐘 中間情緒萬一有轉折還不行 對 因為他有時候 他可能會後面問一件問題 他為什麼會這樣 我就說你看 你就是沒有看前面那幾句 對 他前面就有講 然後所以他後來拿了兩三次 我都會重來之後 他就不敢拿 對 然後我就會考他之後 你會開這電影 開四五個小時 我不會考他 剛剛你講什麼 你有看到嗎這樣 考人這個 你好大 考人有一點 但對擺放的大小順序 剛剛他們講的那種要求 你應該會比較 那個是基本的 衣服一定要一樣的衣架材質 然後要小件到大件 然後顏色一樣 然後東下季我也會分 比較嚴重的是 小時候會有那個書包 因為小時候很多大本的書 然後到小本 然後到那種作業部 要順序 對 要順序 我也是 對 方向也要對 對 方向對 放進去的角度也要對 你繼續講 你繼續講 我找一張我包包 手機不在 包包到現在 手機 手機 然後翻 它就是有很多書 然後我就會從最大的 放到前面 然後都要方方正正 那一定要對齊 不可以有一本歪掉這樣 然後最前面的籤筆 我媽媽就會比較想說 看一下我最近功課怎麼樣 作業部有沒有什麼樣 她就看完 她也是有放進去 然後我隔天一起床 看到我的書包 就是被動過了 就是 而且我看外面 就看得出來 因為小時候書包會挺挺的 那你有時候 有個地方沒有拉起來 它就會凹下去 我就知道我的書包被動過 然後就打開來 裡面的書真的是亂的 然後我就大生氣 我就說 我不去學校 妳不去學校 自己太嚴重了吧 因此而教課 妳找這個機會找很久 我就覺得我那天的心情 被影響到了 你看找到了 好厲害 妳不覺得包包放這樣 很療癒嗎 對不對 好好看 對啊 超級療癒的 收納得很好 對不對 你看 這個空間都沒有浪費 完全沒有一個空間 是浪費的 對 每一個地方都有它的小地方 有沒有 然後如果你不知道 那些細的東西要放哪裡 就放小的收納到包包裡面 對 然後這邊還是一個折疊 近一點你看 而且他們都不會跌倒 對 不會跌倒 他們有互相支持的感覺 卡得剛剛好 不管你怎麼搖 還是放一樣的位置 對 他們在包包裡面 是一個小村子 對 不過好 如果你們看到那種 不是那種大的那種尖杯包 然後所有東西都往裡面丟 不行 我已經練出一個特地功能了 就算我跑來跑去 裡面東西感覺亂掉 對 我只要搖一搖 拼一拼 要拼 他怎麼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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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起來的 你是魔術師好不好 是 不過今天現場國國 也要來示範一下 他真的有多麼會整理 請 今晚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被編 今晚開戰吧 讓你總是被成贈 新時代互動式綜藝 快快來訂閱按下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